烧开睡以后煮上15分钟 来没有给二哥点关注的 咱们点个关注好吧 二哥呢来自河北匈安新区百样店 二哥是土生土壤的百样店人 每天直播给大家分享百样店的人文地理和特色特点 特产 如果大家喜欢百样店旅游 吃百样店特色的 咱们可以给二哥点上关注 好吧 可以给二哥点上关注 万一哪天你来到百样店 咱们有一个百样店二哥粉丝借贷站 大家可以在那里露营烧烤 可以自己尽情的做饭吃 生的包出来就是这样子 咱们给大家发走的都是老的 现在嫩的没有了 嫩的已经没有了 嫩的现在很少了 因为这个季节正是吃灵驾的季节 咱们吃灵驾就讲究吃嫩吃老的 就讲究吃老的 对老的煮着好吃 这不雷家说了吗 老的煮着好吃 老的煮着好吃 嫩的 煮完了之后 它就是水哒哒的 生的吃啥口感 生的吃有一点马蹄的味道 有一点马蹄的味道 对炒着吃甜 甜甜的也不错 对 其实这个菱角啊 咋吃都行 我们可以炒菜吃 不用了 想怎么吃怎么吃啊 咱们想怎么吃 咱们想怎么吃 甜甜的也吃 小雨来了是吧 欢迎大家啊 欢迎咱们刚刚进入 直播间的家人 咱们刚进来的家人们 咱们点点赞赞 好吧 刚进来的家人们 咱们点点赞赞 咱们都是现在现发 不发隔夜的 不发库存的 你把它追完了 下次还涨不涨啊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是 央子上还有的 要长 央子上还有的要长 央子上没有的 基本上今年就不长了 今年就完事了 来年掉下去的那个菱角 掉到水里 它在长 就这个掉到水里才在长 种一次能收几年 小雨点 这个东西不是种一次收几年 种完了之后啊 每年它都会结 结完了之后我们是摘不干净的 摘不干净的掉到水里 它就成了种子 明年就会继续继续长 知道了吗 熟了是软糯的吗 熟了煮熟了是软糯的 熟了以后煮熟了是软糯的 我们要是不煮的话 它就不是软糯的 生的不是软糯的啊 没有问题的话 右下角 弹窗口二哥已经给你们上车了 这个全是原生态的 感谢盘诺关注了主播 家人们有多少 知道白洋店这个地方呢 咱们把白洋店三个字打出来 我看一下 一颗结两个产量好低啊 它不完全是有的会长好几个 有的长得少 有的长得多 这个东西不一定 所以说啊 它这个 而且采摘起来 也一定是人工采摘 咱们就是人工采摘的 鱼 以前来过白洋店吗 有没有来过白洋店 你看 来这个是三个 这个是三个 看了吗 苗子买回来是分地方种吗 不是 不是买苗子 是我们是种的时候要种这个东西 但是季节要明年三月份才能种 白洋店的鱼也好吃 是不是想吃二哥那个鱼了 是不是想吃二哥那个鱼了 想吃二哥那个鱼了 才这样说的 对不对 很神奇是吧 很神奇 一个出一颗是吗 应该是 一个出一颗 它发芽的时候是从这发 从这发出来 这是哪里 白洋店 吃过是吧 挺好 我去几次 好 种在水里吗 对 种在水里 这个东西就是在水里长的 羊子扔水里没用 羊子现在扔水里 它那个小的还会生长 但是拿回去种到别的地方 它就过不了冬 这个东西是过不了冬的 芋塘里可以吗 可以 只要水深够就行 二哥我跟你 你去摘吧 行啊 你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来跟我摘 白洋店什么地方 大树刘庄 知道大树刘庄吗 我就是熊县的 你在熊县什么地儿啊 留很近是吧 留很近就来摘了吧 你帮我来摘吧 你帮我直播吧 哥 你摘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怎么吃 米丽姥姥姥姥你别说你以前也没见过 别说以前也没有见过 对呀 看家人们给你摘出来了吧 叫灵角 没有吃过的家人们啊 建议您去拍上一单尝上一尝 原生态的东西 右下角弹窗口已经给您上车了 我们一单三斤煮着吃 对 这个东西就是煮着吃的 我小时候吃过味道 说小时候吃过的家人们 说小时候吃过的家人们 一定是6070了 中节中秋节 俺在线下买的 两次很好吃 在俺本地 中秋节 是不是一定是南方的朋友 好吃是吧 对 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 所以说啊 建议家人们去下场一单尝一尝 白羊店哪个省是吧 河北省 河北匈牌新区应该知道吧 不应该是黑的吗 不完全是啊 不完全是 白羊店的就是这个颜色的 下单加急 好嘞 咱们今天 都为什么是黑羊店的 白羊店的 是啊